如果兵協的不是 我希望由我們自己兵協管理層負責 千萬不要影響到我們的運動員 香港类子冰球隊 在世界冰球錦標賽第三級別 A組歷史性拿到金牌 他得聖辦資格 今日海船回歸 不過焦點始終離不開國歌事件 就像現在看到達賴喇嘛一樣 一方面精神領袖 哇 一方面離不開他的舌頭 呃 事前發生了這麼久 我覺得是時候需要降溫 並協主席簡陽杰 就沒有回應在場記者的問題 但就申明 如果有人做錯事 受罰就是應該的 又指事件對全港所有運動員都有影響 在他們臨播國歌之前的一刻 他們的心情是坦激不安的 直到播出國歌之後 他們才放下心頭大石 這麼多位運動員 有一首歌 聽完一定心如止水 安撫到大家 就是 是 香港冰球隊領隊關院兒 亦都叫大家聚焦 在開心事上面 讚揚運動員的努力 為他們感到無比驕傲 至於國歌事件 就說希望由兵協管理層承擔 千萬不要影響運動員 當然 我希望可以交到一份報告 令香港政府 港協奧委會滿意 終於都到運動真正的主角 女子冰球運動員 有記者就問到 今次事件有沒有影響到比賽 沒有 我們每個都是 focus on game 我們說一定要努力 就是要拿回金牌回來 我們每次比賽 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訓練 所有的東西展示出來 其實今天摺機 都有其他溫馨的畫面 好像隊長尼亞婷的丈夫 就帶著五歲的女女 拿著自製的標語牌摺機 而香港冰球隊的青少年成員 都有拉橫額迎接 雖然國歌事件還未落幕 不過可以先總結一下 香港冰球隊今屆細錦賽的佳職 U18、男子、女子隊都獲得獎牌 而今次更加是女子隊 參加了十年細錦賽以來 第一次獲得第一名 好的方面看 雖然我都不知道冰球怎麼玩 但至少知道 香港冰球已經衝出了 Megabox和太古城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我是九樓報導的讚稿員 接下來會壞獵 一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可以超出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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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